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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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冰哦 哇,这东西挺好冰哦 这个都是我们农餐 你拿这边比较不会冰 小朋友不敢拿 鱼,来 拜拜 这里 这里 没有吗 哇 哇 甜甜有余 哇 今天我们很感谢 龍昌海钓场直播 台麦海鲜负责人 連食男还有我们台语歌手 冯伟杰 还有中华鹿龙社 公益慈善会 李市长黄明赤 还有秘书长 卢彦成 还有 彰化人大小事 版主 蔡坤翰 這些善心人士 還有一些钓友们 來到这边 他們最近 捐了 就是钓了 钓了鱼啊 还有买了一些 那个 那个鱼丸 总共有 五百 五百尾的 什么鱼 什么鱼 还有一百包的鱼丸 要来这边 捐给我们家府的孩子享用 大家知道 现在进入了深秋 然后天气越来越冷了 那给他们补充 他们的一个营养 那孩子这边 我们之前有跟他们讲 他们非常的高兴 尤其是鱼丸 他们是他们最喜欢的 那鱼的话 我们希望说 能够补充他们的 不管是蛋白质啊 还有让他们也 孩子的势力也越来越好 我们感谢他们 在这个 深秋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 送染的一个挤动 那我们陆续 会在这两天 发送到 给这些家庭 让他们 能够度过最近的 这个 这个寒冷的秋天 我是半岛 两人做的冯伟节 阿杰 今天很欢迎 我的好朋友 年诗男 他是我们中华 我们的农昌海钓场 的老板 他非常非常的有心 他不定时呢 在为我们社会做公益 今天很高兴 他送他很多海钓场 海扇啊 魚丸啊 跟魚丸 外面有大车 等于我们要来搬 就是要来捐赠 我们的家福中心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一起来做爱心 我们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很需要我们社会 很多人的帮助 大家如果是物资啦 有钱啦 企业家 都在这里邀请大家 多多的帮助我们 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今天也感谢我们农昌 感谢我们的 年诗男 老板 对我们家福中心 特别特别的照顾 今天照着海赛 要来给我们孩子吃 感谢大家 邀请大家 一起来做爱心 很高兴参加 这次彰化家福的 这个爱心捐赠的活动 那这次活动呢 是由我的学长 当兵的学长 年诗男 他在经营这个 海钓场的部分 他平常就是 常常他心里 他常常想到的时候 也会 要号召我们团友 然后募资很多的这个海鲜 尤其是新鲜的海鲜 那第一次 跟学长过来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 家福的小朋友 吃得很开心 那么看到雨的样子 真的是很幸福的感觉 那之后 我们学长就陆陆续续 都有来做一个捐赠 那很高兴 我可以跟学长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谢谢大家